北京正在挑戰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 該報告的作者 傳統基金會的非洲和中東地區 高級政策分析師 約書雅·梅索爾 告訴福克斯新聞 在非洲掀起建築狂潮的做法 只是北京為收攏非洲各國政府 所做出的巨大努力的一個方面 報告說 北京正在挑戰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 這種秩序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各國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穩定 而北京想要顛覆這個體制 使其變成一個沒有人敢反對北京計劃的體制 該報告首先引用了 埃塞俄比亞的非洲聯盟總部數據洩漏事件 法國報紙《世界報》於2018年1月份 發布了一項調查指出 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在非洲聯盟總部安裝的服務器 每晚都將上面的數據發往中國上海 持續了5年之久 中共被指為幕後操守 這棟大樓由中共各企 中國建築集團建造 對該大樓的一次檢查發現 整個大樓藏有監聽設備 在《世界報》披露3天後 《英國金融時報》也證實了《世界報》所披露的內容 傳統基金會的報告說 北京對非洲政府大樓的設定 可能遠遠超過非洲聯盟總部 自從1966年以來 中期在非洲建造或翻新至少180棟這類政府大樓 此外 中國電信企業還建立至少14個敏感的政府內部電信網絡 北京向至少35個非洲國家政府捐贈計算機 梅索伊的調查結果還強調 非洲54個國家中 至少有40個擁有由中國公司建造的政府大樓 他在報告中寫道 鑑於收集中國近70年 參與非洲事務全面數據的困難程度 上述數字幾乎肯定是被低估了 報告說 除非洲聯盟總部數據洩漏事件 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中共正在利用 中期建造政府大樓所帶來的機會 收集外國情報 報告還說 北京的間諜活動 收集美國高級官員 與非洲官員之間的敏感對話 這將包括美國軍官 與非洲官員討論聯合軍事演習 反恐行動 和其他不希望透露給中共的行動 報告說 另一個機會對中共也具有吸引力 在非洲 中國公司已經建造擴展 和翻新了至少24棟總統或總理官邸或辦公室 至少有26個議會或議會辦公室 至少32個軍事或警察設施 至少有19棟外交部大樓 報告認為 就中共而言 對這些建築物安裝監控設備 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這樣使其可以直接在從非洲政府最高層那裡收集情報 報告說 中共可能在非洲收集的大量信息 對美國構成了四大主要危險 因為這些信息可能被用來促進北京在非洲大陸影響力的行動 在非洲各國政府的高層 政務情報人士 以及獲得對美國外交戰略、軍事反恐行動 或聯合軍事演習的了解 不利於美國公司和中企在非洲的競爭 梅索伊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進一步表示 很多非洲國家政府都知道 中共在非洲的參與活動 包括提供貸款、援助和文化交流 但隱藏在這些活動中 卻是間諜和滲透行動 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最近一項調查 北京的間諜活動 每年給美國人造成的損失超過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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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給美國人造成的損失超過500億美元